拍照 握手 甚至还跟阿杜阿玩起躲猫猫 吃大运吉祥物凶赞 边扭腰摆臀 边跟逛美食摊位的民众 say hello 顺便寻找美食 包括口味有一点辣的印尼泡面 加了番茄 柠檬跟生木瓜 口感清爽的泰国沙拉 还有土耳其烤饼 都有着满满人气 我有吃到薯泥跟优果 这个 你有看到好多外国的东西 对不对 我看到很多外国人 然后那边有一个主持人是外国人 我们同学呢 自发心的来参加 今天大概有三四十个国家 我们有四十几个摊位 所以是遍及世界各国 那在这里面最具有特色的是 同学的这个食物 他们不是说 是去买来的 很多都是同学自己做的 就是用原物料 然后呢带来以后呢 把家乡的味道 带到政治大学来 高人气的熊赞吸引民众目光 一起感受即将开幕的世大运热情 这一次由政大跟文山区公所合办的 2017世界嘉年华活动 也结合了政大九十周年校庆 让民众认识政大 来自世界各国的交换学生的才艺与文化 三二一一 主犯世界 揚言破案 帅气开户 世界洲的概念 把五大洲 由十二区来任养 那我们信誉 大安文山 是任养欧洲的国家 所以说 我们要办理欧洲在台北 让市民了解 欧洲的一些风俗文情 让民众有得吃 有得玩 还能够不用出国 就能够体验多国文化 这一场拓展国际视野的美食江年华 也为世大运增添国际化的氛围 记者国产永 蔡文报导